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徐坤在与一阳千玺的竞争当中再次胜出继续霸榜 一阳千玺位居第二前两名的排名并未引起观众太多注意 毕竟两个人曾经先后两次霸榜多次霸榜 最初无人意料的是排名第三的人选变成了宝藏男孩周深 这个结果多少人让人不感意外 虽然今年在这个榜单上面的周深也曾经多次进入到前十的榜单 如果在其他榜单上面的周深机身前三甲拉至常有的事 甚至他成为榜单的第一也不会让人们感到意外 毕竟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在歌唱演唱方面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 而他此次能够积身这个榜单的前三甲确实让很多人破感意外 毕竟本次积身前十的名单当中各个都是顶流 最高的关注量是达到了八千万之多 最少的关注量也是有一千多万的 而周深的关注量和这些顶流的名积相比仅仅才有五百多万 期间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的 再多的意想不到和出户一劳都是多余的 因为现实的结果是他真的就冲破了流量大军的坚固防守 并且以逆袭的姿态站在了前三甲的席位之上 从这个成绩也看出来这些年的不懈努力的结果了 他的出道始于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盲选 当时站在舞台上面的周深 面对背对的他的导师齐情 演唱了姐姐齐玉的一首经典歌曲《欢言》 被惊吓到了齐情第一个转身 因为他是比姐姐齐玉更加懂齐玉的人 而周深的淋漓尽致的演绎呢 也是确实把他带回了记忆当中 此后纳英和杨坤双双转身 看到周深之后呢 还以至于的语气惊呼 啊 难的 这也是周深所说的 来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就是为找回自信的 他也不负众望 获得了导师的三传 最后选择了纳英战队 出道之后的周深呢 又凭借着歌曲大鱼真正火了起来 随后又参加了《圣人线》 《萌命唱将》 《我们的歌》 以及《歌手》等多档的歌唱综艺节目 而他的每一次性不大 都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 今年周深更是频频的 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 而且这一上综艺呢 就多发十余个 而且呢 绝大多数还都是 以常驻嘉宾的身份 他也正是凭借在 节目当中的真实表现 圈粉无数了 特别是他在节目当中 用心的演唱 更是让人们非常喜欢的样子 我们经常说 只要是肯付出 早晚有一天会成功的 这两年周深的成长速度 和破确认能力非同反响呀 更为重要的是 他不但强 而且还非常努力 此次基深于影响了 所以白行榜前三表呢 也是最好的证明啦 更加证明了成功 虽然回来的迟一些 但是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事情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